就上个月圣河西市发生的抢劫美国邮政邮差的案件 联邦当局悬红15万弃拿嫌犯 美国邮政调查服务局指 抢劫事件发生在11月14号下午1点40分左右 地点位于2465 Ontario Drive 靠近Somersworth Drive 当局公开了嫌犯还有嫌犯车辆的照片 该嫌犯穿着一件黑色连帽运动衫 戴着口罩、黑手套、穿着牛仔裤和黑鞋 提着一个袋子 嫌犯车辆是一辆灰色或米色的四门轿车 当局呼吁有任何结案的相关资料 可致电美国邮政调查服务局热线1877-876-2455 案件编号4190574ROBB